主诗的教室 将来仔细思维 没有一个是罪字 绝无罪字 你以为他在讲他的过去的生平 但是哪个生平 不是你将来求法之时 没看到你心底的根本迹象 就连平常我们在读经诵经当前 当下不是都刚刚要删成释迦牟尼佛吗 连那个释迦牟尼佛你称名之时 你都要能够发明心机 都要发明心机 所以既然知道是本师 那就是什么 你念你之间致诚恳切的 寿其教师 那师其所教 你有这个相师的心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有本师 能教授于你的师 所以在哪里做师 什么叫本师 就在能人能及少人 你处处如是开写 你的根本大觉本来面目智慧 那是才能叫做如实称名 将来称一切世尊名字当前 你将来在入一些文字当下 你才能不失你现在心里面的体会 所以不单是你要知道能人能及 也就是我常讲的 你念你之间就要关照你的佛华言体 这是一切如来成佛之时 最初教室三七日中 讲华言 这个最初教师就告诉你 你当时你当下要入如是佛门时 也是你的最初的发迹心机 发明的心机 就要在华言体上念念去担当 你能在华言体上念念担当 你才能够走入一切阿含 清静道 或者一切经典 一切道理 直到法华涅槃 直到成佛 直到大过年了 所以华言经在汉传佛教 它是一切行主的最初 必须的启蒙 它不是要问你说该学不该学 它是必须的启蒙 为什么叫必须 因为叫大乘佛法国 大乘佛法国 所以你最初该使 每一个最初的发心 每一个最初的回光的认知 就不能够离开你的佛华言体 那你要如何熟悉 如是佛华言体 但要你肯发心 但要你想归家 但要归家归辩德 什么意思 你的决心只会如实的为你启发 为你启阳 就问你有没有如是愿力而已 正如同我刚刚讲的理事 我们是用新洲百姓的格疗语言 格疗音声 不振言音 发我要振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个心的这个愿力 你不要去觉得委屈 我们只是站在烦情的夜感上面 发这个心 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 但问你赤诚不赤诚 纵使格疗的语言 就是过去堕在蛮荒之中的 话外的这种声音 你但要有如是的愿力 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多么难以思维的 多抽象的一个名相 可你但要随着这个声音发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不必再更多解释 什么叫做正等正觉 不必 但要发如实心 突然有一天 你就能够看到 你心里面已经慢慢细流 何以故如此 佛性就是如实 觉性就是如此 觉性何故能够如是 因为跟没求万法 没离开过绝果 你但又想要归家的这种意念 纵然是在话外之谈 那哪个话外不是你觉性所现 觉性所现的话外 只是象中是话外二 那你觉性中 念念在话外的音声 想要震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将来就如是话外当前 就叫旧路归家 你就直下就在你过去 隔了的不振声音当前 你体会的是什么 佛性有何不同 你才能够开始 讲进祖师形容 你才能够学起一切祖师形容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